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106集 儿乃蛮夷 诸子柳剑霍都识得这路书法 喝一声彩 教导 小心 草书来了 突然除下头顶帽子 往地下一掷 长袖飞舞狂奔急走 出招全然不以章法 但见诸子柳如风如颠 如酒醉如中邪 比翼淋漓直走灵蛇 妈 他发颠了吗 若再喝上三杯 比试更佳 黄荣提起酒壶 珍了三杯酒 教导 朱大哥 且喝三杯助兴 只见他左手直杯 右手中指在杯上一弹 那酒杯稳稳地平飞过去 朱子柳举笔纳柱 将霍都逼开一步 抄起酒杯一口引进 黄荣第二杯第三杯 接着弹去 霍都见二人在阵前劝酒 竟不把自己放在眼内 想挥扇将酒杯打落 但黄荣凑合朱子柳的比翼 总是乘着空隙 弹出酒杯 将霍都击打不着 朱子柳连杆三杯 教导 多谢 好俊的弹指神通功夫 好锋锐的自言帖 朱某一生自负聪明 总是训着小姑娘一筹 我苦言十余年的一路绝技 被他一眼就看破了 原来朱子柳这时所书 正是唐代张旭的自言帖 张旭号称草圣 来草书之圣 杜甫引中八仙歌诗云 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漏顶王宫前 辉豪落指如云烟 黄荣劝他三杯酒 一来切合他使这路功夫的身份 二来是让他酒意一增 笔法更具锋芒 三来也是挫折沃都的锐气 只见朱子柳写到 丹夫争道的那个道字 最后一笔勾将上来 直画上了沃都的衣衫 群号轰笑声中 沃都亮呛后退 金伦国师双眼时开时合 似于眼前战局魂不在意 实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眼见霍都一处下风 突然说道 众人不知他这几句盟语 说些什么 霍都却知师父提醒自己 不可一味坚守 须使狂风迅雷弓 与对方抢弓 当下发声长啸 右山左秀鼓起了一阵疾风 急向朱子柳扑去 静风力道伶俐 旁观众人不由自主地 渐渐退后 只听他口中不住的似霹雳般 吆喝助威 料想这狂风迅雷弓 除了兵刃拳脚之外 叱咤雷鸣 也是克敌制胜的一门厉害手段 朱子柳愤昧低昂 高视阔步 和他斗了个旗鼓相当 两人翻翻滚滚 拆了百余招 朱子柳一篇字言帖 将要写完 笔意陡辩 出手迟缓 用笔又瘦又硬 不易盎然 古人言道 兽印方通神 这一路包协道时刻 当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观 霍都仍以狂风训雷弓对敌 只是对方力道既强 他擅自相应加尽 呼吓也更是猛烈 武功教训之人 竟在大厅中站立不住 一步步退到了天井之中 黄蓬 黄蓬见杨过和小龙女 并肩坐在柱旁 理恶斗的二人不过仗语 自行庸庸细谈 对二人相斗 固然丝毫不加理会 而霍都鼓动的静风 却全然损不到他们 但见小龙女一带 在疾风中烈烈飘动 她却形若无事 只是默默寒情地 凝视着杨过 黄蓬越看越奇 到后来竟是 注视她二人多 而看霍珠二人少了 这小女孩 似乎身上有上乘武功 过而和她这般亲密 却不知 她是哪一位高人的门下 小龙女此时已过二十岁 只因她自小在古墓中生长 不见阳光 皮肤特别娇嫩 内功又高 看来倒是只有十六七岁一般 她在与杨过相遇之前 含有喜怒哀乐 七情六欲最能伤身损严 她过两年 只如常人一年 若她真能遵师父之教 而清心修炼 不但百年之寿可期 而且到了百岁 体力容颜 与五十岁之人无异 因此在黄蓉眼中看来 她倒是反叫杨过为右 而举止执着天真淳朴之处 比郭福更为显然 无怪以为她是小女孩了 这时诸子柳用笔 越来越是愁着 但尽力却也逐步加强 笔至有似诸丝落臂 静而复虚 霍都暗暗心惊 见感难以捉摸 金伦国师大声喝道 这八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却震得人人耳中嗡嗡发响 诸子柳却焦躁起来 他若再变着 这场价不知何时方能打完 我以大理国故乡 而为大宋打头阵 可千万不能输了 只一帮国与师门之秀 忽然间 诸子柳笔法又变 运笔不似写字 却夹拿了斧金 在石头上凿打一斑 这一节 郭福也瞧出来了 朱伯伯在刻字吗 我的女儿倒也不蠢 她这一路指法 是石骨文 那是春秋之际 用斧凿刻在石骨上的文字 你认认看 朱伯伯刻的是什么字 郭福顺着他笔翼看去 但见所写的每一个字 都是盘绕纠缠 倒像是一幅幅小画 一个字也不识得 这是最古的大传 无怪你不认识 我也认不去 这蒙古蠢才 自然更加认不出了 妈 你瞧他满头大汉手忙脚乱的怪像 霍都对这一路古传 果然只识得一两个字 他既不知对方书写何字 自然猜不到书法肩架和笔画走势 当时难以招架 朱子柳一个字一个字转将出来 文字固然古傲 而作为书法之机的一阳指 也相应加强尽力 霍都一扇挥出 收回烧池 朱子柳毛笔抖动 已在他扇上提了一个大转 这是网字吗 不是 这是耳字 随即 申笔又在他的扇子上写了一个字 这多半是阅字 错了错了 那是哪字 霍都心神沮丧 摇动扇子要躲开他的笔风 不再让他在扇子上提字 不料朱子柳左掌陡然强攻 霍都盲身掌底底 却给他承虚而入 又在扇上提了两个字 只因写得极了 已非大传 却是草书 蛮夷 不错 正是 耳乃蛮夷 群雄愤恨蒙古铁骑入侵 残害百姓 各个心怀怨愿 听得朱子柳骂他儿乃蛮夷 都大声喝其采 霍都给他用珍草历转四般一扬书纸 杀得难以招架 早就怯了 听得这般喝采声势 心神更乱 但见朱子柳阵笔挥舞 在空中连书三个古字 哪里还想得到去认什么字啊 只得勉励举扇护住面门 胸口要害 出赶西头一麻 原来已被敌人倒转笔赶 点中了穴道 霍都淡绝 西弯酸软 便要跪江下去 心想 这一跪 那可再也无言为人 强吸了一口气 向西间穴道冲去 要待月开认输 朱子柳 笔来如电 跟着又是一点 他以笔代指 以笔杆 使一阳执法连环尽招 火都怎能抵挡啊 膝头马软 终于跪了下去 脸上已是全无血色 群雄欢声雷动啊 荣儿 你的妙策成了 黄荣微微一笑 武士兄弟在旁观斗 见朱师傅的一阳执法 变幻无穷 均是大为亲风 朱师傅功力如此身后强劲 化而为书法 其中又尚能有着许多奥妙变化 我不知何日 方能学到如他一般 哥哥 弟弟 两人一般的心思 都要出言赞佩师傅武功 忽听得朱子柳 啊的一声惨叫 急忙回头 但见他已仰天跌倒 这一下变起仓促 人人都是大吃一惊 原来霍都认输之后 朱子柳心想 自己以一阳执法 点中了他的穴道 这与寻常点穴法 全然不同 旁人须难解救 于是伸手 在他的斜下按了几下 运气解开了他的穴道 那只霍都穴道伏解 杀鸡斗生 口里微微呻吟 尚未站直身子 右手拇指一按扇饼击阔 四枚毒钉从扇骨中飞出 尽数定在了朱子柳的身上 本来高手比武 既见输赢 便绝不能再行动手 何况大厅之上众目睽睽 怎料得他会突失暗算呢 霍都若在比武之际发射暗器 扇骨藏钉虽然巧妙 却也绝技伤不了对方 此时朱子柳解他穴道 与他相聚不过持续 这暗器贴身陡发 武功再高 意难闪避 四枚钉上 未以西藏雪山所产剧毒 朱子柳一众毒钉 历史全身痛痒难当 难以站立 群雄惊怒交集 纷纷钳指霍都 痛斥他卑鄙无耻 小王反败为胜 又有什么耻不耻的 咱们比武之先 又为名言不得使用暗器 这位朱兄 若是用暗器先行打中小王 那我也是任命吧 众人虽决祸都 强辞夺理 一时倒也无法驳斥 但仍是斥骂不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